另一个应该是短线操作 凯瓦充3690元 161元进入了 上网多少呢 161元就现在这些价格 其实美团的走势相对算是好一点的 因为刚才看你也是在斜下去 但起码它是慢慢上来的 甚至上得来都站在大部分军线 短线10,000、20,000、50,000都上得回 所以你付一个短线走势来说 美团算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些位置有货 你可以继续看着反弹 我觉得上面来计算 可以以大概180元左右做一个目标 如果破到的才会再上退 我想第一阵看着这些位置 但是下面来计算 如果真的要订一个短期的止损位 我想你可能放回现在50天线左右 152这些位置 如果短线跌穿152楼下 可能就输大概9元左右 考虑仙人走一走 其实百分比就不多了 我觉得这样订成会 会比较做上落操作会更好 另外一位也是想问3690的 他想请教一下 如何去看3690的资金楼有没有支持呢 这一只股份 他见到波幅这么大 很好炒 所以他也想低买高估的策略炒波幅 我觉得可以的 如果你说几只新英制股里面来计算 美团相对炒波幅会容易一些 因为好几只新英制股 都是有少少穿地下来 那变成你炒波幅就很难去找到位 但是刚才提到 美团经文座是固住在这个区间 或者是慢慢向上 其实走势就好一点 虽然你说炒区间我觉得可以的 如果你说炒区间 刚才也提到 我想向下 可能一个短线来计算是50天线 152是一个支持 不穿的 你可能由他化上去 看看是否到180 或者过高一点 我想用这个大概30元里面的一个框框 做一个操作 会比较合适一点 嗯 好啊